大家好,欢迎收看一顶历史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不少汉匪在所有的犯罪团伙之中 除了一些穷凶极恶的男性成员 还有一些柔弱的女性 他们在这个犯罪团伙之中 有些时候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只不过大部分都是被欺骗 等到发现以后才追悔莫及 我们今天要说的就是曾经汉匪张军身边的五个女人 说起来这些女人何尝又不是牺牲品呢 只不过他们被自以为是的爱情蒙蔽了双眼 当然他们也都接受了应有的惩处 严敏算是张军的患难情人 在张军最无助的时候严敏帮助了他 用自己所有打工的钱给张军花 由他摆弄 也被张军的甜言蜜语所迷惑陷入爱河中 竟然用自己的钱给张军买了一把手枪 抢劫了五万块钱 杀死李宁 建筑工人 最后也没有好下场 严敏也被判出死刑 而他的另外一个情妇已经45岁 显然不是他所喜欢的 只是因为他没有脑子 甘心为张军出生住死 他就是秦植璧 秦植璧长相清清 天生一张普瓜脸 张军怎么也不可能喜欢上他 但是秦植璧不管不顾的为张军卖命 最后也没有落得一个好下场 在这五个女人之中 只有一个女人活下来了 他就是陈乐 张军只是利用陈乐的单纯为他做事 最终陈乐结局 被判九年 后来提前出狱 开始的新生活 有时都会有没有